王思聪破产后手现身 面部表情暗示一切 网友藏不住了 说到王思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十年前 他父亲王健林的一句话让王思聪红遍了大江南北 王健林表示 会给王思聪五个一列练手 让王思聪先开始自己创业 然而最近 王思聪的这家普斯资本却爆雷 其名下8845万资产被冻结了 这是继熊猫直播宣告扩产后 王思聪第二个爆雷的产业 在资产被冻结的当天 王思聪还现身去拜访了好友九神 去月子中心看望了九神刚出生的女儿 只是他的面部表情也是暗示了一切 继香蕉娱乐 熊猫直播后 王思聪在IG战队的股份卖了不少 现在连普斯资本资产都被冻结 王思聪心里真的是不好受了 他的表情也是亮点 根本笑不出来